我們看第二點 靠這條直線 經它變換以後 還是變為原來的直線 那它要求M是多少 好,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就經過變換以後 變成了新的位置 就是 位置小SY的話 經過變換以後 變成新的位置代表 好,那我現在把它反解 把這個小SY給解出來 這等到什麼 等於是 等於是 12-2 是10 算是十分之一 這兩個對調 4-3 這兩個交互號 負2 負1 那這次 大XY 大家所有都知道 知道 這個 小S等於多少 等於是 等於是 10分之4 大X 減大Y 小Y是等於 10分之 負2 大X 加3 我把它帶回去 帶回去 帶回去以後 變多三 用一次 10分之4 大X 大X 10分之4 大X 大X 減大Y 大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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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約掉 它跟原來的要一樣 所以我就知道 把這個什麼呢 把這Y的話給過去 就3 加小M 大Y 等於多少 4 小M 加2 大X 好 那我把它除過來 那除過來 我就知道 M 這是等於多少 等於就除過來 4M 加2 它除以3 加1 好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解M M平方 加3 等於4M加5 好 把它解出來 M平方 減M 減2 等於0 所以這是1 1 那這負2 連1 所以M等於多少 等於2 或者負1 好 M等於2 或負1 所以是A 或者是D 所以這一點答案 是A 或D A D 啊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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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